你剛剛也講到嘛 如果說2024 朱立文這一次提名的 你剛剛講桃園萬一選不好 或者是苗栗也掉了 再加一個南投 如果真的選得很爛 甚至掉了 那整個牌又要洗牌了 南投可能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 比較不了解 因為我以前在台中服務過幾年 跟南投很多互動 南投其實真的國民黨執政太久 很多事情已經 黨政不分到非常離譜的狀況 我在講這一次這個儀式會選的狀況之前 我先講 你能想像一個狀況嗎 林明貞縣長的兒子林如斌 他是國民黨南投縣的主委 縣長部主委 大家知道他跑行程都穿什麼背心嗎 什麼 縣長特助 兒子穿縣長特助 觀眾朋友 你有聽過縣長有特助這個職稱嗎 翻遍的所有的組織條例 南投縣政府沒有 結果他這個兒子就這樣跑 為什麼 因為他下一屆想要選立委 全南投都知道 但是就讓他掛著爸爸的背心 林明貞的特助在地方跑行程 你來代表縣長嘛 可是跟他的關係就是兒子 縣長的兒子也可以這樣做 這一次我們這個儀式會選的 為什麼這樣的活動會很奇怪 我先講 他必要是什麼活動 林明貞要卸任了 辦感謝說明會 我真的沒有聽過縣長會 在各區大量的辦感謝說明會 縣長還送禮物 當然他現在講說他自己出了錢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工廠 我覺得這要查 假設他自己出了錢也不行啊 我們這種儀式會選的活動 最重要一個差別點跟評判的標準 在檢調來看是什麼 就是如果它是一個工的行程 你應該是不分黨派的候選都可以到現場 比方說我主要你是民進黨參選人 我們可以到現場去跟大家 也拜託發文宣 這樣沒問題 我就不能特定候選人 結果現場 許淑華 張家哲 都是國民黨的候選人啊 一個要選現場 一個要選市長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通知不分黨派的參選人 一定沒有嘛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的參選人 在南投是什麼狀況嗎 揭發這個會選案的叫曾崇凱 他這次選議員 你知道他現在跑行程在幹嘛嗎 他跟南投陷警局申請防彈背心 真的 他直接被嗆聲說 因為前陣子揭發很多 那個民進黨的弊案 講說你飯可以多吃 你話少講 這就是現在南投 還被恐嚇啦 跑行程要穿防彈背心 現在南投選議員 跟選縣市首長的人 縣市長 鄉長的人 至少有四個人 我知道至少就有四個人 現在有請隨護 應該是各個縣市中最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為什麼現在整個檢調 以今天媒體的報導 他們是有要查 因為這個已經過了一條線了 你在現場就是特定的候選人 大家高喊動算 而且我最後講了一個畫面 如果這個畫面是真的 就剛才在CG上面的畫面 一排人站在台上 然後高喊動算 然後是縣府的資源 縣府的預算 或者是靈民之頂自己出的錢 都一樣 你這就是構成的會選嗎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許淑華沒有對外好好說明 我是建議他們要好好說明 不然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 而這反映在民調上面 蔡培會說真的 大家本來認為南投好像鐵板一塊 可是現在根據民進黨內部的民調 蔡培會確實自身的追到非常近 個位數的狀態 那代表說南投 真的有一種氛圍 就是國民黨執政太久 過去的執政 你說包含說 整個李朝青被判了450年 最後講一個點就好了 450年怎麼判的 你知道他收什麼回扣嗎 收回扣大家知道 他收風災的工程的回扣 這種救命的工程 你敢收 所以才被重判450年嗎 那國民黨執政的這些問題 大家想要讓他換人做做看 我覺得是南投的氛圍 對啦 所以這個氛圍真的有在改變 大家不講不知道 講了你就知道了吧 吧